祝你们平安 感谢主 这么大雨你们还来 不 我们也感谢神 虽然是大雨 但是比起北湾那边 我们这边好很多 最少不要多水泛滥 也没有停电 感谢神 也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在风雨中能够很快地度过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 谢谢祢 因为给我们人生当中 不使永永远远都是晴天 有些时候给你们遇见风雨 遇见人生的患难 不使永远我们身体都怎么健康 有些时候遇见一些病痛的打击 主要求祢怜悯 让我们真的懂得 主给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遭遇当中 我们紧紧的来依靠祢 一切都会变 但是只有祢永远会变 我也恳求恩主 在纪念 在这些风雨发难中的人 让他们所遇见的困难 能够早日能够改变 能够被弥补 能够被慢慢地修理过来 求主带领让人在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当中 懂得反省 懂得知道我们不可是人 我们是何等的软络有限 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早晨 一风来到祢的宝座前 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一段宝贵的时间 可以一同来敬拜祢 求主祢师父在座的每一位 让我们在这个时间 不时空空的过去 让神 可以透过祢的话语 来提醒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求主保守这段时间 与讲的 听的 一同同在 让我们都一同蒙恩的造就 谢谢同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同耶稣基督的圣语 圣诞节快到 虽然我们都知道圣诞节 不一定是这个时候 很多人没做这个日期 很多人 argue 其实我感觉也不需要 耶稣总有一天诞生 对不对 既然如此 人都说这个时候是圣诞节 我们就用这个时间 告诉世人 耶稣诞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大概才是正面的 去争论什么时间 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感谢神 每年最少有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 耶稣为我们而当生 耶稣是神所爱的宝贵的儿子 为我们而当生 我们真的非常宝贵 我们在这个时间 今天来试想 耶稣基督 祂对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 每逢这个时候 让我们重新来思考 耶稣跟我们的意义 也是什么 今天各位 各位我祷告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 也许我们不容易去察觉 那耶稣很多称呼的当中 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 我们先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第二节 其实我用的是用第二节而已 我们来看一到二节 《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 一起来读 《创世纪》二十二的一次 《创世纪》二十二发 《创世纪》二十二发 有份很特殊的爱 呼召她离开她的本家本族 要成为一个独一的新的国度 但这个国度 必须是由她亲生的儿子 她跟萨拉所生的儿子 而成就的 这个我们就知道 后来经过一段试验的事情 神就给他们两夫妻 生了应许的儿子 叫做以撒 慢慢这个孩子长大 到二十二章的时候 神会要试验亚伯拉罕 现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要试验这个人 试验他什么呢 试验他心中的最爱 试验他到底爱神 还是爱这个孩子 那我可以简单说 试验亚伯拉罕 你心中最爱的是谁 所以神就告诉他 将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来奉献给我 神为什么怎么啰嗦 怎样怎么够话 神没有说 就将以撒献给我就好了吗 但是为什么 神好像讲了很多形容词 形容这个以撒 有三个形容词在这里 以撒是谁呢 是你的儿子 第二呢 你独生的儿子 还有呢 你所爱的以撒 那么我们里 亚伯拉罕知不知道 一定知道的嘛 你说以撒给我就好了 为什么怎么啰嗦呢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非常爱你的孩子 才一百岁生的孩子 你宝贵不宝贵 一百岁还生得来也不错啊 生了这个孩子 神说你当那个给我 而且神没有说 将以撒给我 而已 他加了很多形容词 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 我想如果我是亚伯拉罕 每一句话都勾住我的心肝 对不对 不要儿子就好了 我知道了 神的知道了 你是爱的 你独生的 你的孩子 神要知道亚伯拉罕 你心中的最爱是什么 神心中的最爱 了解 但是从前一点来明白 一个父亲的最爱 那我想了解 不是解释这种圣经 我是说 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其他的最爱 可以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 其中有一点 就是独生的儿子 独生的爱不爱啊 我们在座 谁叫一个孩子的举手 也不多 我也有一个 一个宝贵不宝贵 我们都没意见 不宝贵吗 宝贵 好贵 好贵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有个姐妹 我们都 庆年三令会 邀请她来做辅导 小组的组长辅导 她来了参与 弟兄同工就问她 真感谢神 你节目好 什么难得 你有四个小孩 还能够来做 帮忙做组长 做辅导 真难得 她讲了一句话 我二十多年还不忘记 她说 一个就很难来 四个就容易来 我当初不大了解 因为我还没有生小孩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 一个就很难来 但是四个就容易来 你可见一个是多么宝贵 耶稣基督诞生 圣诞节是神将祂的儿子给我 在圣经当中 对于耶稣基督的称呼很多很多 其中有一点我想你们都读过了 神将祂的独生子给我们 神将祂的独生子给我们 最熟的一节经文 纪约翰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是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我今天特别用这个字 思考思考很久 我发现独生子来轻浮 形容耶稣基督 只有约翰这个人用过 其他人没有用这个字 来形容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加上这是神的独生子 全本新约圣经 只用了五次 用了五次都是约翰用的 都是约翰用的 在约翰福音有四次 在约翰一书有一次 约翰一书应该是 我今天没有用它 应该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九节有一次 其他四次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那我就花时间好好来思考 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用 如果英文圣经的话 还多了一个字 它不是都在用 You are only son 不是 那是You are only begotten son 所以亚伯拉罕的形容 也是用only son而已 没有用only begotten son 特别是耶稣基督这个独生子 加多了这个字 多一层的这样的形容 是一个生命的联系 是生出来的 You are only begotten son 神给我们 我只花时间来思考 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 在四个地方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真理 我在想 如果神将独生子给我们 那其中一个很明显的 明显的关系 就是一种生命的关系 对不对 一种情感的关系 对不对 独生的儿子 形容神非常爱他 爱到他一个地步分不开的 非常珍贵的这个孩子 今天这个儿子 他为我们定书之家 又用独生子形容耶稣基督 我想其中一个 用能性的观念来看的话 他充满了情感的关系在当中 这个很理解的 但是我在想 不单单是情感的关系在当中 不单单如此 那如果说人的感情来看的话 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祂的母亲是谁啊 妈妈是谁啊 有妈妈才有孩子的嘛 对不对 那我听过一个人讲 以前刚世主的什么道都听过 但是谁说妈妈很大对劲 我说他妈妈就是玛利亚的嘛 那你又感愿糊涂了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这样 不是单从感情的关系来去 想耶稣基督 我想你们一定有种超感情的关系在当中 有种熟灵的真理的关系在当中 对不对 你说这 不是单单如此 你可以想很爱的关系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关系在当中 妈妈如果想说 刚刚拿着圣经还会去西藏的时候 我发现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个人看法 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标准 告诉我们一个标准 一个standard 神的独生子 给我们一个标准 那关于这四节圣经 我发现里面有三个标准 也是离不开我的本堂 三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完全的标准 你用意识的话 你写下去 告诉我们四个完全的标准 怎么说呢 现在看这两节圣经 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跟十八节 这两节圣经 先读完它吧 第一个地方 第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第二个地方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将他表明出来 这里两世记载独生子 他告诉我们一个完全的标准 怎么说呢 第一个地方 十四节告诉我们 他有完全的人性 十八节告诉我们 他有完全的神性 怎么说呢 怎么说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 告诉我们耶稣诞生是道成肉身 对不对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有一个怎么样的身体 有一个肉体 有个肉体的身体 他本来是看不见的神 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人 人类在一起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降生在地上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形容他是独生子呢 我请你参考一节圣经 在路加三章三十八节 这是耶稣的家谱其中的最后的一句 将人类一直推他爸爸是谁 他爸爸是谁 然后推到最后一个人 那这里看三章三十八节 一起读 伊罗斯是斯特的孩子 斯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一起推推推他老爸 妈妈人神是谁的儿子 那亚当的是谁的儿子啊 如果照我们看圣经表面来看 亚当是泥土造的 那个泥土的儿子 对不对 不是这样说 他是神的儿子 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 这里有点稍微深一点的神学在当中 这个形容亚当的生命被造之后 人类亚当对不起 亚当被造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形容 亚当被造之后犯罪之前 他是神的儿子 亚当犯罪之前 他是一个完全人 完美的被造 完美的创造 他是一个很好的很完整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有一天亚当犯罪了之后 这个儿子的身份就没有了 这个儿子的身份就没有了 就失去了 失去了他的身份 失去了他的地位 所以今天耶税来到地上 将人真正的地位 重新再活出来 耶税来到地上 他是用人的身份活在地上 他生过罪 生过一切的试探 他完完全全的活出一个人的样式出来 所以这个完全的人 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普天下 只有这个人 是完全的人 所以这个人 是神的独生子 非常这样 所有人都不配成为儿子 只有这个 他用人的身份活在地上 一个完全人的身份活在地上 这个人 今天他就是神的儿子 因为只有一个是如此 只有一个是胜过罪 只有一个能够活得非常美好 满足神的要求 满足神的心意 只有这一个他是独生子 今天这一个 神让我们借着他 被钉石之架 因为所有人都不配钉石之架 因为所有人不是神的儿子 因为都要罪 今天我们依着耶稣基督 我们都成为谁的儿子 神的儿子 依着耶稣基督 我们从肉身来说 我们还不算 因为我们很多软弱 败坏瑕疵在当中 但是按灵性的关系来说 我们依着耶稣基督 我们是神的儿子 但是有一天 我们这个完全的身体被赎 完全改变了 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得救 那个时候我们就得下儿子的 完全的领会 领受完全儿子的名分 在那个时候 但是从耶稣的身上来看 他活在地上 是要完全的人性 没有圣 他完全的圣着罪 满足神所有人的要求 他唯一的这个人 就是神的儿子 第二 他有完全的神性 刚才十八节怎么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叫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怎么说呢 来这里参考多节圣经 就是约翰十四章的第九经 约翰十四章第九经 有了 再读 耶稣对他说 非礼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先给我们看 耶稣就讲了一句 非常伟大 非常重要的话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意思说 人没办法看见神 没办法看见神 但是耶稣讲一句 很伟大的话 你看见我 就如同看见神 那他是谁的代表 很明显 他是神的代表 他说完全的神性 回来地上的时候 看见我 就是看见神 看见神在他身上 所以他代表着神的完美 在我们地上 就说人比我们 耶稣是这样的 完全的一个人 他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完全的标准 从他身上看见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 我们向谁来学习啊 是一个完美的 完全的耶稣基督来学习 我们的效法基督 来学习耶稣基督 来跟从耶稣基督 来跟从这个字呢 也是有双观的意思的 跟从耶稣 不单单是信靠他 跟从他 也代表着效法他 学他的样子 不单跟从他 不在黑暗里走 不单跟从他 享受永恒的生命 跟从他同样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一生一世 愿意走他的脚步 跟从他的脚中来行 学习他的意识 他有完美的人性 我们要学习他 所以在约翰 第一章里面 这两个圣经 就告诉我们 耶稣是一个 完全的标准 他从来没有犯过准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祂能够为我们定时讲 对吗 弟兄姐 耶稣这个从来不需要讲对不起的 从来没有说 我错了 祂从来没有说 神啊 求祢原谅我爸 求祢赦免我爸 耶稣要不要这样讲过 我们是不是需要讲 人如果从来要感觉自己有错的话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他只是耶稣的再生 第二 他有点神经病 有点骄傲的不得了 有没有人说 我从来没有犯过错的 这是最大的错 告诉你 所以一个人信耶稣 最清楚认识谁 认识我是谁 我错了 所以为什么人怎么难信耶稣 因为信耶稣就第一个 找到他自我被打倒 你要认错 那些骄傲的人 知道的人从来不会认错 那很难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他跟耶稣差不多在你为自己 我告诉你不是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 他不需要向人道歉 他不需要向神认错 不是他骄傲 而是他真的如此 一点点瑕疵毛病都没有 而且一点点坏的念头都没有 保持多久 弟兄姐妹 保持三十三年半不犯罪 我在想 如果耶稣被挂在释迦断气前 拿几分钟有一点点犯罪的念头 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救助 能不能 考你们一下 可不可以 应该不可以 他还是有罪 对不对 那时候他挂在上面的时候 他只能够救他自己而已 对不对 他能不能救我们 不难 那是感谢神 他能够维持维持到 最后最后断气的一秒钟 撒旦鼓动人千方百计 来要他犯罪 你记得吗 其实是要耶稣犯罪 让他受不了 你是人嘛 OK 你就用能性来面对的时候 看你受不了 这个耶稣完全胜过 这是非常伟大的救助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性 被挂在上面 这是我们的救助 这是很重要哦 这是第一 他告诉我们 一个完全的标准 第二 约翰三章十六节 不用看啊 会不会背啊 倒过来背都可以了 对不对 拿起背子 好好背一趟给我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 叫一切信他的 独自烈亡 反得永生 这些圣经很宝贵 弟兄姐妹 因为太宝贵了 所以很多人一读 就明白了 这些圣经 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我就已经读了 从我家到学校 经过一个教会 那圣经节 打在上面 每天走过都读一两天 我都知道 我都读过了 但是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直至我吸引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才发现这些圣经的宝贵 在哪里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内亡 反得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天去过人谈道 你手头没有 嗜律带在身边 那你好好用这些圣经 都可以做过过人谈道 只要你掌握好这三个字 三个什么字 我都给你了 第一个什么字 第二个 嗣 第三个 嗣 这些圣经很重要的三个字 掌握好它 你随时用这些圣经 可以做过人谈道 一切的一切 如果没有神的爱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不是犹豫神的爱 我们是完全没有方法得救的 所以爱可以说是救恩的动力 爱是救恩的动力 这个爱鼓动作 神为我们预备救恩 这个爱让他最宝贵的儿子 都为人类而牺牲 所以讲到这一点 我问弟兄姐妹 天父心中的最爱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谁啊 是我们的 你好好读这圣经 神最爱是谁 当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的爱之 我都喜悦的 耶稣天上讲了两次 这是我的爱之 我都喜悦的 但是读到约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 才发现 神的最爱到底是谁啊 是我们这般世界上的人 我问弟兄姐妹 我们可爱吗 我们觉得神怎么爱我们吗 我看见有人摇头摇到很厉害 我们根本的不可爱 那为什么神爱我们呢 你想得通吗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这份爱想不通 神爱我们 甚至 这两个字很重要啊 甚至将他的爱到什么地步呢 爱到什么程度呢 没办法再形容 所以他心中最爱的那个儿子 都给我 你说爱谁最多 但是我们了解吗 我们能不能了解神这份爱 爱可以说是 一个爱是一个不变的爱 一个永恒的爱 是一个伟大的爱 是一个救恩的动力的爱 这个不受改变的爱 那这份爱是不受改变的 意思说 无论你这个人怎么变 你不会改变他的爱 这就是永恒的爱 清楚吗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人的爱不是这样 我们人的爱很容易给人改变的 我很爱那个人 如果我得不到该的回报的话 我的爱就不爱他了 有没有可能呢 上个礼拜有这个 马路西门里面有个真事 那个人真的现身出来讲话的 真事 有个人他连老有病 他的遗产是112万 112万 对不起 1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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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万 那多少钱啊 可见我对数字很无途的 所以你捐钱都要捐给我 捐给神好了 那就是11个million的钱 他的遗产 那结果呢 他后来他重病的时候 他站在遗产改了 他遗住改了 给他的labor 给他离居 他有孩子 他问他为什么不给你的孩子 为什么给你的labor呢 他说很简单 我为什么不给我孩子 我这班孩子 天天都挡着我死 要拿我的钱 每次来看我 看我死了没有 我病得半条命 没有一个人来关心我 看我家的灯泡坏了 我没办法换 他都没有一个人动一个手指头 替我换那个灯泡 没有 但是我的邻居很好 他关心我 他顾念我 替我做很多事情 我灯泡坏了 他替我换 我没有教他的 他只有替我换 这样的人 我的11 million 不给他给谁 我说 给我们教堂就好了 我健康需要 我早知道 我去到换灯泡了 早知道 我没有去怎么选 没有去到怎么选 这个他的意思 很有意思 他讲的话 所以他那班孩子 空空什么都没得到 我问你 父母亲爱不爱孩子 这个是母亲来的 很爱他的孩子 应该是爱的 但是为什么他这份爱被改变呢 因为人改变 你变了我也变了 我被爱一个不可爱的人 我告诉你说 也不是错误对错的问题 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难道说这个妈妈错吗 能有对错来评估她吗 不是 她有她的做法 不是对错的问题 但是我们放在人的感情关系当中 很自然如如此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就是你对我儿子 我也不顾 我伪变 你对我怎么样 而改变了我的爱 这是人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感谢神 如果我的神是这样的话 我们通通都要下地狱 我告诉你 我们通通都没有资格得救 如果神是这样的话 我们感谢神 神不会因中你变 而他改变 但是当然也不一定 怎样我们随便改变 对神的关系 你难道愿意这样伤神的心吗 不会的嘛 对不对 我们是神不会因你而改变 因为他的爱是永恒不变 第二个字就是伺 伺给我们 他不是用送给我们 伺给我们 送 我们很喜欢送礼 圣诞节来了 我们都喜欢送礼 我问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送礼的时候 你怎么送法 你先看看 去年什么礼物留下来 没有用的 你也用不着的 还是大减价的时候买了 放在家里没用 买的时候买得很过瘾 买完才后悔根本没用 好 今天在圣诞节就送去去了 这个有个人很好笑 他送了一份礼物回去去 结果收回很多礼物 有天他打开礼物 那份礼物是他送去去去 天下都是循环的 那送我们很了解 可能我没用 可能什么 也许也不一定是如此 送的意思的时候 可能不是我最迫切需要的 也许我让那个人买一份礼物送给他 这份礼物对我来说 不是一定我要的 但是他要的 这是送给他 但是神赐给我们 不是多余的赠送 不是 是我们非要不可的 这份礼物很重要 重要道理非要不可 但是你也付不起代价来买 那怎么办 你付不起代价 但是你是非要不可的 那这样一条路就怎么样 赐给你 不是送给你 赐给你 他很喜欢的 很要的 这份是最满足他心的礼物 他是为了你 他各爱赐给你 救恩是很宝贵的 宝贵到你付出代价 宝贵到你付不起代价 但是你非要不可 只要一条路怎么样 赐给你 明白你的意思吗 不是救恩便宜的不得了 像有些人说 你们基督教啊 很简单嘛 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其实这句话有没有错啊 对不对 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有没有错啊 你信不信中咬饭去 信不信 信不信 信 那你会看去 咬不咬 咬了 有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那你信如果没有呢 还是咬 还是咬 你说多么大难一点 你说 你信没有 还是咬 那多么宝贵啊 因为它根本就存在 根本就咬 对不对 不是你信不信去影响它的 不是你信不信影响它 但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 那你信与不信 对谁要影响啊 对这个礼物没有影响 对谁影响 对你影响 因为你得不到 你信你就得到 你不信你就得不到 这是很宝贵的 耶稣基督的恩典 救恩就是如此 很重要 很宝贵 宝贵到底非要不可 而且付出代价 只有一条路 就赐给你 怎么得啊 第三个字 就是信 叫一切 信他的 我感觉神给我们的恩典 得救的恩典 是最公平的 信是最公平的 你了解吗 很多人说基督教太简单了 不是太简单 因为我们复杂到不懂得去要 所以神的弄得很简单 对我们是很简单 对神来说重要的不得了 明白吗 他预备好了 你信就得到 你信就得到 信是最公平的得救的方法 最公平的 如果说 如果每个人要得救恩 必须去耶路撒冷朝圣 一生一次 公不公平这个 你公平嘛 乔圣 你去耶路撒冷 能不能去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不是啊 在哪里开饭都没钱 哪里拿飞 哪里买飞机票去呢 如果去一趟才得救的话 我只不够资格 我没去过 我在意念中去过 眼睛中去过 看图片去过了 实际上没去过 那如果真的要去一趟才得救 我们不如五家主团去 去一趟 这叫得救机会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没有不许 你说去太远了 很简单 只要你读圣经十字 你就可以得救了 全本身读十字 公不公平这个 公不公平 很公平嘛 你读十篇 难不难得很多基督徒读过十篇 对不对 但很多人连字都不是字的怎么读啊 连圣经都没有 没有 我送你一本呢 告诉你还是不公平 还不公平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嘛 只要捐 捐钱给礼拜堂 一个月十块钱 公不公平 特别五家健堂 捐多一点 捐多五块 十五块 可不可以 那你捐完了你就得救 公不公平 还是公平啊 我在说 有人没开放都没钱 怎么公平呢 最公平的方法 有钱没钱 大人 小孩 有智慧 跟没有智慧 读过书跟没读书的 都可以得救的 最方便 神发明的 信的得救 信什么 信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 让他接受过来 成为你的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他完全做好 所以救恩这三个字很重要 很重要 爱 思 信 构成了救恩的一个图画 而且更重要的 里面有个救恩的标准 叫一切信 信谁 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个灭亡跟永生的分水里 是谁 是信耶稣基督 所以我问你 这是不是人得救的一个标准呢 将来永生还是永死 是看你有没有耶稣基督 有没有这位独生子 有没有 有了 你叫不予灭亡 你是反得永生 非常导贵 你说的 所以约翰三章十六节 这个独生子放在这里 告诉我们第二个标准 就是救恩的标准 第三 三章十八节 怎么说呢 一起来看 三章十八节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人 将来人被少看 被定罪 不是因为人犯了罪 因为我们都有罪 将来面对于神的审判台 将来神审判人类有一个标准 就是看你有没有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也是审判的标准 在将来 不是因为罪的缘故 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解决了 对不对 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都懂了 很简单的比方 比方有一个地方 很多人都吃了东西中毒了 中了毒 有人把他发现说 我今天有解药 只有吃我的解药 你的毒就没有了 所以每一个 在他面前拿着解毒的药 都吃了就好了 有一个人很顽固 这个人我不信他 我不信 我不要 这个最后怎么要解决 结局他毒死了 中毒身亡了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人真正死亡的 是不是毒的缘故 可能是你看哪里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拒绝了这个解毒的药 他拒绝了去接受这个解毒的药 以至于他该死 他可以不死的 但耶稣就今天也是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罪 罪的工匠就是 一定的 我们根本是没有前途的 没有希望的 今天耶稣就来说 我这里有解药 你要不要 我们说耶稣我要啊 也叫得救 不是因为我有没有罪 我们肯定是有罪 那今天我蒙恩得救 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将来神看待世人 审判世人 不是看你要不要犯罪 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解决了 是看我们要没有 要介绍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这是将来神审判的一个标准 清楚的弟兄姐妹 这个独生子之名 神给我们 靠着他会免去永恒的神 这是非常宝贵 我问各位弟兄姐妹 你这样讲的话 神最爱是谁啊 我再说 神最爱是我们 连他最宝贵的独生子 都给我们 一个能够满足他心意的 一个这样的人 他都给我们 但如果我们拒绝他 我们该被定罪的 我们不要 像我们预备解毒的药 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 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给我们的爱 神其实根本就爱你 你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明白 每一次想念耶稣基督的时候 其实你透过这位恩主 会想到神的爱 是多么的伟大 所以看一个人的故事 Ronald Reagan 这是以前的总统 他是个很好的总统 可是好可惜 他年轻的时候 他家庭的婚姻不成理想 我们都知道他离婚 Lindsey Reagan是他后来的太太 他跟敌人生的孩子 那个孩子因为这个缘故 长久在很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当中 他被送 就读书的时候送到这个 Borning School 技术社学校 但没有学了很多坏事 吸毒啊 偷啊什么都要 这个儿童的时代 也给体育老师 好像什么侵犯缘故 以及害了他心中的阴影很大 这个还给人误解 他是同性恋 所以很多困扰的这个孩子 所以一生充满的仇恨 充满的怨恨 不但怨他周遭的情况 更怨了他的父母 让他丢弃 后来的时间 他回来跟他爸爸住的时候 他爸爸的关系很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 他的孩子的名字叫做 Michael Reagan 他是 有一天他 有一个很爱他的姐妹 这个基督徒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这个神慢慢改变了他 后来这个姐妹也愿意嫁给他 成为夫妻的 很好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那位好的姐妹 真的不错啊 Michael Reagan 能够回来 因为他有一个爱族的姐妹 帮助了他 帮助了他 后来整个人被改变 真正的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 他一直对他父亲的那个怨恨 没有拉掉 他很好 不改变了 什么也就是要侍奉 什么都有 但是还是不容易 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阴影 有个节 是不是 从来没有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 没有感受到 从来没有听过爸爸说 爸爸 孩子 我爱你 那郎美很喜欢这样讲 我爱你 我爱你 她的太太也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慢慢都讲惯了 圣经人说 我们离婚好不好 都讲惯了 没有情感在里面 他说 这是结果 结果简单的情感 我父亲都没有 从来没听过 所以他不能够 不能够接纳他的父亲 他在灵修自己 灵修读圣经的时候 神对他说话 你说一句 怪你父亲 不爱你 不要说他爱你 那我请问 圣灵感受他 请问 你要不要对你爸爸说 爸爸我爱你 你讲过 你也没有讲过 你讲过没有 没讲过 你是等爸爸来说你才说 你能不能够主动说 爸爸我爱你 那天他站起来 那时候爸爸已经患了 Parkinson 的病 已经送到这个 療养院里面去 那爸爸实施 一天天 身体很差 但是那个记忆忆 还在 所以看到孩子来的时候 他来看望老爸 那个Michael Reagan 鼓起勇气 跑到他爸的前面 抱着他 人生第一次 啪他老爸 他说 爸 I love you 但他听了几句话的时候 Michael Reagan 马上回应说 孩子 I love you too 他说 两个人这样讲的话 他说 从那时候开始 他跟父亲 所有以前不好的关系 都完全消灭了 那时候他感受到 父亲的爱 他每天 几乎每个星期 很常常去看他老爸 他老爸慢慢慢慢 精神也不好 慢慢 连记忆力都退化 甚至有时候 这个人 这个Michael的名字 都忘记了 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有一天 他去看他老爸 看完的时候 离开这个疗养院 出来的时候 离开了 他太太告诉他 Michael 你忘记了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回头看看 他回头看看老爸 送他送到门口 他老爸的手还是这样的 他忘记恨他 所以他老爸等我 他不记得这个人是谁 但我记得每次来他都恨我的 今天忘记恨我 我等着他 他是小孩一样 但Michael知道了 马上回头 跟他老爸再恨一下 他说明白 好美的一个图画 That's it Michael Reagan 自己做的剑筹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们只怪我的天父不爱我 我的天父对我不好 那我反而问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对父 天父讲过 爸爸我爱你 天父啊我爱你 有没有讲过 只要一次两次 这个老爸不听你报告 比较发脾气 只要一次两次 不帮助 好像没有成全你所求的 我们就马上发表气 下个礼拜不聚会 下个礼拜不读经 抗议 我告诉你 我们只懂得领受 领受领受 这样一天没有得到 这样一件事没有得到 我才发现这个老爸不爱我 我才问弟兄姐妹 圣诞节是 耶稣基督给我们 是将神最大的自爱给我们 我才问各位弟兄姐妹 神当里最爱是谁啊 最爱是谁啊 最爱是我们 我问我 我们信主讲过多年 有没有像这位老爸说一声 爸我爱你 讲过没有 很少讲 今天少生餐 好好讲好不好 不要没有感情的 比如说牧师吩咐 说爸爱你吧 没意义 我告诉你 没意义 从心底里面讲 有点感情在里面 这是最爱你的老爸 你怎么对待他 他最宝贵的儿子都给你 为了你一条宝贵的灵魂 他爱你 你怎么来对待他 不要单单光领受父的爱 你爱他有多少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福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想到你将最伟大的生命的爱给我们 我们想到你跟最宝贵我们人类最需要的救助 你给我们 你将最宝贵永恒不贵的恩典 跟你的爱给我们 你将我们生命中最美的祝福都给我们 主啊让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说我们信靠你的人 不要让这些恩典 宝贵的恩典 从我们身边很轻易的丢走 让我们真的很珍视神对我们的爱 不但如此 神提醒我们 在我们周遭 你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人 很宝贵的事 甚至很宝贵的物 我们都很不在意的很多时候 让这些事都溜走了 主让我们懂得真实 真是你给我们的一切 因为这不是白白得来的 都是你的恩典 不是我们该得的 是你爱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 要预备我们的心 纪念主诞生的时候 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 透过今天的圣传 提醒我们 天父啊原来你是多么爱我们 让我们不辜负你的爱 每一次这个圣传再提醒我们 你伟大的爱 你最深沉的爱 你最无为不至的爱 是你心中的罪白 求主怜悯 求主保守你的孩子 我们愿意对神说 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更多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圣餐 你继续对我们说话 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佛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我们参数